桃園市升格前后是一直争取调整统筹分配款的公事 但至今仍然无解 最近中央就通知各县市政府2024年的统筹分配款金额 桃園市在六都中排第五 国民党集市议员向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来喊话 2024年统筹分配税款确定 桃園市分到303.61亿元 六都排名第五 台北市603.15亿元居贯 新北市则持有468.84亿元 四亿元苏翠林指出桃園市创税能力名列前茅 这样的统筹款无法给桃園人交代 如果今天桃園创税能力是六都第一或者第二 那为什么我们的统筹分配税额会是倒数的 因此我觉得中央统筹分配税不是N给 不是这个福利不是这是我们应该要得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更公平的机制 苏翠林议员向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喊话 要他想办法处理统筹款分配不公的问题 呼吁我们的郑文燦副院长 曾经做过桃園市长 也曾经说过你要带队到行政院去抗议 下跪都可以 你现在不用下跪了 你只要自己批示点头就行了 市议员刘雪庭指出桃園市建设正在起飞 需要更多的统筹款和补助款 特别是对于新兴都会来说是相对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中央在编拨预算跟经费的时候 要对桃園的照顾要多一点 特别是桃園最近建设非常的多 郑文燦市长过去开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设支票 答应人民在前 但是如果在中央没有办法具体力争 帮桃園把应有的经费争取回来的话 恐怕这些建设不是要延期就是要跳票 明年度统筹款加上一般补助款 桃園市预计分到372.7亿元居六都之末 从新政府到升格以后的桃園市 不断争取统筹款公司的修正 府会也多次酝酿到中央沟通 但到现在仍然无法实现